現在網紅這麼多 各個影音平台這麼的多 如何多角化發展維持網紅的影響力 就考驗著每一個YouTuber他們的能耐 今天我們要跟艾凱拉執行長陳世佳進行一個連線 請他跟我們好好的分享 透過數據AI分析之後 看到的YouTube產業面貌 首先請問誰稿 這個YouTube它其實已經是主流的影音平台 不只在歐美很流行 現在台灣也有不少的觀眾 每天都會在這裡花上很多的時間 但是同時我們也看到其他的社群平台 他也陸續的出現 那這樣對整個YouTube產業帶來了什麼變化 OK 其實YouTube在過去幾年 在台灣算是大行其道 所以到今年為止 2022年 它還是台灣最大的一個影音平台 我們在上面觀察到的其實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短影音的竄起 因為我們看到 無論是在全世界的抖音或者是IG 他們都率先在全世界推出這些短影音的格式 所以在YouTube它在最近也跟進 在2020年的時候其實就推出了Shorts 這個短影音 所以我們會發現它整個趨勢 也從原本的這些比較長影音 再走到短影音這邊來 第二個就是它的內容其實開始分眾 從以前的就是大網紅 大型網紅公共的議題 然後大家一起關注的議題 到現在分成小眾分流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預期YouTube在台灣 還是會是非常領導的一個影音平台 好你剛剛提到 整個內容變化出現一個小眾分流的狀況 那透過整個AI數據的分析 到底什麼樣的影片 它比較容易吸引到流量 那同時台灣的YouTuber 他們的不足之處在哪裡 以及相關的挑戰在哪裡 我們從全球就是最受歡迎的 YouTube的影音來看 就是說會發現 其實大部分排名在非常前面的 這些爆紅的作品 當然還是以英語系國家為主 畢竟英文在全世界通用嘛 所以一個影片爆紅之後 通常就會傳播到全世界去 所以我們發現歐美在這個 這個英語內容方面的這些影音 還是非常強勢 但台灣其實在最近 也慢慢慢慢走出一些自己的路 我們剛剛有提到 台灣的YouTube其實開始走向 多元分眾為主 所以我們會發現像是一些美妝 像是一些療癒 或是一些生活類 比較精緻的內容開始產生 他們經營這些內容 不見得是一些大型的網紅 但是會發現他們就有一群鐵粉 不斷的跟著他們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守住這些鐵粉 其實日後我們談到 如果你要再進一步經營品牌合作 或者是個人品牌的時候 這些還是會有他的利益點存在 所以我們發現YouTube已經 在台灣進到一個利益市場 所以在這個經營的策略上面 就是任何一個創作家 在YouTube上面一定要抓準自己的利益是什麼 你一定要有一個特殊的題材 你可以不斷不斷的一直延續下去 無論你是談論時事 或你是談論某一個專業 或者是談論一個 比如說做教育影片 這些就是你要抓住之後 你就會有一群鐵粉一直跟著你 商業模式自然也會產生 我想台灣在挑戰還有優勢上面 當然還是因為我們用的語言 天生就會 它的擴散力可能就沒有像英文的內容這麼好 所以進一步跟世界的接軌 或者是國際化的內容 以及獲取就是海外的一些華人觀眾 我覺得這個就會是YouTube接下來 面臨的一個主要的挑戰還有機會 所以我們看到整個YouTube的產業開始蓬勃之後 越來越多人他投入想要來當網紅 那就可不可以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這些YouTube他除了點擊收入之外 其實還有哪一些收入來源 我們一直以來跟YouTube合作 就觀察到他們的商業模式的形成 大概就分四個階段 一開始就是跟YouTube有這個合作夥伴的關係 然後開始有廣告的收入 所以一開始上傳影片 然後在聚眾的時候就靠廣告的模式 再來因為我想過去的五年以來 打賞的模式其實非常的 就是粉絲贊助的模式其實非常大行其道 所以到第二階段就會發現 他們開始開放 粉絲多了 開始開放給他們的一些小額贊助 這個時候也會取得一些額外的收入 一旦他們的使用人數粉絲越來越多之後 再來就是進一步的延伸到跟品牌的合作 直白一點就是說業配 因為品牌就會開始尋找一些適合代言 或曝光他們產品的一些YouTuber 比如說美妝產品 或者食物 或者甚至一些車子 這些其實都有相對應的網紅 在做一些品牌的合作還有業配 那到最後呢 網紅在更大之後 他就會開始經營自己的IP 自己的智慧 智慧財產 開始經營個人的品牌 推出周邊的商品 然後持續的跟前面幾種商業模式 彼此互相搭配 彼此互相拉抬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觀察到的四種 主要YouTuber在經營的商業模式 好 其實剛剛提到這個業配的商機 其實最主要就是很多的企業 他開始肯定網紅背後的影響力 那當然就請他來行銷 那這些企業他在選這些要合作的YouTuber 有哪一些標準 以往我們觀察到企業在挑選網紅的時候 第一個基本上靠人脈啦 第二個可能靠最近的印象 就是新聞上好像看到誰很紅 第三個就是慣性 就是我有合作過的網紅 我就繼續跟他合作 對 那其實這個是比較不數據化 還有不科學化的 因為網紅其實他所帶來的成效 對於每一個品牌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艾卡拉 其實在協助網紅行銷這一塊 我們用AI來分析所有網紅的成效 來預測他跟品牌合作的成效 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就改變了整個企業 在篩選網紅時候的一個方式 把它數據化 把它科學化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企業在挑選網紅的時候 第一個要先清楚 我今天要找的人是誰 這個跟我要推廣的產品 或者我要做的品牌的代言 非常有關係 所以要先從這邊去切入 了解說我到底要傳達什麼樣的訊息 給我的消費者 我再去確定我要找什麼樣的網紅 那找什麼樣的網紅這件事情 就會是艾卡拉非常擅長 之後一旦適合的網紅 我們推薦給品牌組還有企業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開展來討論說 製作什麼樣的內容 以及什麼樣的行銷企劃 會是適合整個品牌來做擴散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最近幾年看到 網紅行銷其實它也產業化 量化 科學化 數據化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艾卡拉 提供給品牌的其中一個非常大的價值 謝謝程世家指引掌的意見分掃